王全爪 我們陪你過年了 你親得見嗎 你今天能吃到餃子嗎 我先給大家選擇公告一台發 反對著說我的不量太醜 要說我今天不理 如果你是王全爪 當你被迫害三年半 你出來看見你的親人是這樣的 為你呼籲 你會覺得她是美還是醜 擔心買的三丈夫會不適合 親眼看到之前 王全爪一直都不相信 太太利民族會這樣做 她說 你有出去的那一天王全爪 你出去以後你就知道 你老婆在外面幹了什麼 李溫徒已經不是過去的李溫徒了 之前她陸陸續續了解到我的一些行為 或者一些事件的時候 她會哭 不希望我去做這些事 所以我覺得她是一個很軟弱的人 但是經過這個事件 我發現她的內心漸漸成熟和強大 因為我的妻子和她的朋友們所做這些工作 讓這個運輪不停地在關注 她們又不能進行 她們非常尷尬 也非常被動 壓力很大 對這個被激壓的人來說 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因為我了解到在這個我被關押的將近這五年的期間內 有一些人在看守所就死掉了 但是因為我們這些人被關注 看守所的所長就曾經跟我說過這樣的一句話 她說我們的任務就是保證你的安全 第二個就說你是我們這裡面的大熊貓 那麼她對我的這個身體健康狀況的關注 還有生活方面應該是說比較特殊 黃泉璋在五年前的709大抓捕事件當中被公安帶走 之後超過一千日秒無音訊 直到去年一月 法院以不公開審理的方式 指黃泉璋干犯顛覆國家政權罪判監四年半 黃泉璋說玉芳在她被判刑之後 才交出李文竹為她準備的衣物 我數來數當時光襪子可能就35雙 其他的那些春夏秋冬的衣服 就一件一件全都拿出來了 他就是想讓我切斷跟外界的聯繫 讓我感受不到你的家庭的這種威暖 小的時候她最可愛的時候 我正好正好在裏面 我其實挺內久的 畢竟沒有給家裡轉迷些什麼 也沒有給他們賺下多少錢 說實話 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是怎麼過的 這就是我們這些人 非常不誠真的地方吧 我們很那一回事 認為我們所做的工作很低調很小心 不會有什麼風險 從頭家庭下一步要考慮的是怎樣賺食 即使我不能夠以這個律師的身份去介入一些刑事案件 就是辯護的工作 但是還有一些法律固然的工作 他不一定非得要有律師證的 他只需要有法律知識也可以 所以這個也可能會給我提供一個謀生的一個空間吧 謝謝大家